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助教歐陽宥正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一般傳統的降壓型轉化器 那它跟一般 列人系統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第一頁的投影片可以看到 左邊是外部得到的能量 那我們從外部得到的能量 需要做一個電壓轉換 轉換成我們使用者在使用時 需要的電壓 那這邊是我的Outline的部分 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 最一般的降壓型轉換器 降壓型轉換器的部分 我會操作 後面會以Buck來代替 那介紹Buck的操作方式 以及電路如何實現的部分 接著呢 介紹完Buck之後我會介紹一個 再稍微複雜一點的電路 也就是單電桿三輸出的電路 好 那接下來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Buck Converter的電路實現 那接下來我會一部分一部分 拆解電路 告訴大家整個電路是如何運作的 OK 第一個部分是Power Stage 什麼是Power Stage呢 簡單來說 就是我在傳遞能量時需要經過的路徑 那一個Buck先經過一條路徑 會先從Vin截取能量 將電感充能 同時呢也將能量放給輸出端 接著第二條路徑 是從Ground接到電感左端 由於電感電流的連續性 電流流向會從Ground流向輸出 這兩條路徑是一個Buck Converter最基本的操作電路 那路徑的話就是第一個圖 Vin會直接接到Vout 然後呢是從Ground接到Vout 接下來我會介紹整個電路架構中的EA 那EA的話就是一個 Error Amplified的縮寫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誤差放大器 那誤差放大器是什麼呢 就是操作方式 將我們的輸出電壓經過分壓後 再拿去跟我們一個穩定的電壓 叫做V Reference做比較 產生出一個差值 那這個差值呢會產生出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會接在一個電阻上 會產生出一個電壓 這個電壓代表著我的V Feedback 就是Vout的分壓 跟V Reference之間的差值 然而呢 這個差值會決定我們充電時間的長短 那至於要如何決定這個差值充電時間 我後面會再做詳細的解釋 那這邊的部分同學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做分壓 為什麼不直接把Vout拿來比就好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學過一個叫Band Gap的電路 因為Band Gap的電路 升出來的電壓約在1.25V左右 那1.25V的電壓沒有辦法往上升 所以呢我們只能拿Band Gap的電壓 產生電壓來做分壓 那最後拿來當我的V Reference OK 接下來 要講的是Ramp Generator Ramp Generator Ramp Generator 顧名思義呢 就是一個鋸齒波 那產生這個鋸齒波的用意呢 我們稍後會再跟大家做解釋 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就是一個Comparator 那Comparator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比較器 那比較器呢 就是把我剛剛前面所說的 Aerror Amplified的輸出 拿去跟我的Ramp Generator做比較 那正負號的代表呢 就是當我正端比負端大的時候 我比較器的輸出就會是1 反之呢 當我的負端如果比正端大的時候 我比較器輸出就會是0 OK 那這個Comp比較要做什麼用呢 就是拿上面剛剛所講到的EA去做 EA的輸出以及所產生的鋸齒波 去做一個比較 那從圖中可以看到 當我的鋸齒波低於EA的時候 也就是呢 我的Comparator的輸出 是1的時候 這時候呢 我的第一顆PowerMOS就會關閉 第二顆PowerMOS就會打開 此時稱為放電時間 而當鋸齒波高於EA的時候 也就是Comp的值為0的時候 PowerMOS第一顆會打開 第二顆會關閉 此時稱為充電時間 那上述這兩張圖所示 就是我Comp所產生出來的訊號 這就能控制我們PowerMOS的開關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要說明 為什麼這邊開關之後 還要加上DateTime和最大充電週期的限制 因為呢 DateTime這個東西主要控制是因為 電晶體在導通的過程中 並非立即導通 是需要一點點很微小的時間 那如果在導通的過程中 這兩個開關同時導通了 那也就是說 我輸入電壓會直接跟D連接在一起 所以會產生SueSue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為了避免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Delay 就像圖中所示 我們會先讓S1先關閉之後 再讓S2打開 就如圖中這個虛線所表示 S1從0變1的時候 因為S1是PMOS 所以呢我的0代表打開 1代表關閉 那圖中我S1關閉之後 我才會讓S2先再打開 好所以呢 從這個圖中我可以看到 因為S1是PMOS S2是MOS 那S1在0的時候 我的PMOS上橋是打開的 所以從圖中我可以看到 當S1從0變1的時候 會先讓S1先0變1 接著呢再從S2變成0變1 做一個Delay的動作 來避免修梳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要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Duty Duty呢就是指我S1 S1開的時間 OK 那沒什麼Duty 為什麼要有 最大充電時間的限制呢 因為我們每一個週期 是由鋸齒波的頻率來決定的 那當我的週期決定了之後 Duty充電的時間 就代表我們 充的時間的長段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 當我的操作頻率的RAMP波 是2MHz的話 那今天我Duty開90% 那意思就是說 S2可能在50年的時間 就馬上關了又打開 所以呢 如果時間太短的話 就會導致開關可能 剛開不久 馬上又要關閉 這樣會造成開關一直切換 導致電路的不穩定 所以呢 我們需要設置一個 最大的充電時間 也就是MessmartDuty 所以呢 所以來講呢 上述的介紹就是我們一個 最基本單電感單輸出的 bar converter的操作 與電路實線 那接下來 下面這個圖呢 是三輸出的電路實線 其實整個原理 跟上面所說的 bar converter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就多了幾個開關 讓三個輸出能 同時拿到不同的能量 接下來就稍微 說明一下操作模式 一樣需要在一個週期內 讓同一個輸出達到 充放電兩種路徑 而這種控制方式是把EA 疊加後再去切需要的開關 那它的路徑就會像現在這樣 首先是充電路徑 第一個路徑 先從輸入充輸出1 第二個路徑 再從輸入充輸出2 接著再從輸入充輸出3 那每一個週期內充完之後 接著是放電 然後接下來是放電路徑 第一個路徑先從輸入充輸出3 接著第二個路徑 再從輸入充輸出2 第三個路徑 再從輸入充輸出1 這樣整個來說 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週期內完成 所以來講呢 上速就是單輸出以及多輸出的降壓 而至於降壓型跟 Energy Harvesting 這種功能上 它們兩個其實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 Energy Harvesting 的電壓 其實近來是一個非常 可能很髒亂 或者是沒有到很完整的一個電壓 那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的電壓 那如果假設我們今天需要一個 1.2V的電壓 那我們勢必需要經過 把Converter這種電壓 來完成這個操作 那我今天的實驗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